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再追掉一下段距還是怎麼樣 我db券還在看 你用了一下主要座名輸出 有有 我 還在看 db券放在最後一個 然後最後才是最大雙 可以看 那個我想問就是 大 你們現在db券看不懂的都馬上提出來 反正我們不是要去 去寫程序 我知道它的原理就好了 對 看你們哪裡原理不知道 那個我想問一下 之前老師不叫大三那個去教 他們做一些PPT 然後定在25號 喔 他們有啦 聯絡上好了是不是 有有他們有聯絡上 然後我想問就是 要25號這天搶給老師嗎 都可以 好 ok 那再來就是那個 就是已經買好那個RAP 那你要換哪幾台 我先把它就是保留下來 這幾台是之前那個 平行 的電腦 除了六啦 六現在已經不在 其他就是 目前有用平行的 喔 目前的那些電腦 對 嗯 就這些 好像有15台吧 蛤 就用 就是這些要加成64G 對不對 對 沒錯 好 你們講要平行的 反成64G 你還是 定算比較好的電腦 他單純都可以做也要有 你覺得哪一種會比較適合 因為平行的話 是不是他就可以用到 分別的RAP 對 你們覺得哪一樣會比較好一點 就是你們 可能現在有遇到那個RAP的問題 你們覺得哪一樣會比較好 嗯 我記得 因為平行的時候 就是手指控是用兩台喔 對 可是 兩台電腦的話 就是可以是 兩台電腦 六台四的 兩台電腦 對 假如16-16號 那這個前文是 3-2-3 就是 就是變成35 對 就是平常我們在跑 那個QEE的時候 那其實都是用 一台電腦 對 就是 電腦在Label的時候 對對對 其實我們平行的時候 是 平行的時候 是 沒有發動的 對 如果發動的話 如果兩台都裝 六四局的話 這樣子的話 整個一台就有 一般的手機 對 這樣我覺得可能 會比較浪費一下 如果把它裝在 普通的就是 跑第一隊的話 我覺得這樣 把比較冷 就是 每一台都會有 就是 每一台都會有 加火第一隊的話 跑QEE的話 就會 掛掉 對對對 那如果可以用在平行的話 平常都是用兩台 兩台的話 就是吃兩台電腦 這樣的話 就等於一台就掛掉 然後 浪費掉 對 浪費掉 好 那就看平常 來 拿幾個兜的 準備要裝的 我就先把它 綁了一下 操作ROM 就是 配置ROM完了之後 再換上去 對 那你就跟我講一下 有哪幾個兜的要換 所以就是先 不考慮平行 先把一些 運算強的 電腦 換就可以了 對 好 好 好 那 那我們就報一下 paper 這邊是在說 那個 五元的元素 然後 人工成縣網路去 預測它的那個 像 然後 這邊 它就有提到說 它 欸 一樣 使用那個 DFT去計算 當原始資料 並配合 AMM去 去 算 然後其中 有算什麼 它的 平衡相 什麼 貝米 冷接什麼的 然後 主要是調整 它AL的比例 去看它的成像 接著 它就先 準備一下它的 模型 一樣 先準備一個 SCC 跟 BCC 的模型 然後 SCC 它準備的 原子的 數量比較多 接著 它就去 跑模擬去看說 它AL的 比例 對它 像的影響如何 你可以看到 它AL比例 在 比較少的時候 是 比較 FCC 會比較多 隨著它 比例增加 它 這樣比較低 對 所以它認為自然狀態 在某個比例 都應該是 比FCC 看 對 然後 它就 增加之後 它的 BCC 相對 呃 然後 這邊是看它的 那些 經格場數 在 在 FCC 跟 BCC的差別 接著 它 去準備了 DFG的 要計算哪些 它準備了 2000 總共3000個 其中2000個是 1000個是 FCC 另外1000個是 BCC 然後其中 有500個是做 驗證的 另外500個是做 測試的 然後它有其他 它是有用ANR嗎 對 它是用ANR 所以 可是 這個作者 應該是 新人品的 新種 通常 某一類 你想要去 人品的課題 會用好幾種方法 去比較 對 就算是 分子模擬 比如說 好像是高張 不同元素 的 系統 你選定的方法 可能就會 不太一樣 所以應該你選五種 我們新人品的方式 永遠就用這五種去揣 你這種配方 就是其中一種 會比較準 因為我們 當初 第一次在做這個的時候 也是用ANR 反正不準 我就把我的神經緣增多 總有一天會準 但是 這個方法比較弱 因為別種方法 搞不好很輕鬆 就可以把那個 模型弄出來 好 他就提到 他這個 有九層的隱藏層 接著他去 看 比較說 因為你看你的身口 有多少 像DFD算 DFD算 DFD算2000個 你用到九層 嗯 對不對 對 九層 是很大的 我覺得 你的結構 對 而且 如果你有 這個九層 是什麼隱藏層 所以 這個 也不叫ANR 跟叫C2 那 通常 你2000多個 sample 用到九層 表示 有什麼 很多 比你 是不是 sample太多 不是 這個sample 2000 對於這個人工神經網路來說 應該不是一個很大的case 應該算小的case 然後結果 你又要九層 才會準 表示說 你這套 你新增的方法 對於這個系統 其實是 不太 不是那麼優秀 哦 就太多了 他 他 搞不好其他 比如說 XVM啊 或是其他方法 很快就可以把你 弄出來 接著他就去看 不同FCC跟BCC項目的 他的準度 然後 那中間有提到 就是說 1000以前的 是 還蠻準的 我覺得 他就去比較那個 DFD跟ANN的 他的 準度代表 在哪 他會看出 在中間這部分 是 FCC跟BCC項同時存在 好 接著 結尾就是 他 成功的去預測 他的 燃量 然後 什麼東西的 然後說 這些東西對於 呃 預測那些 原質的 下 穩定度 還有一些 機械性質 有很大的關聯性 好 OK 好 等一下我寫完 所以我就是找你 常問